I love you 你原演做我的男朋友和女朋友 好啦 今天阿文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男性和女性朋友 對於表白這件事 有什麼不同的提法呢 那其實呢 第一點 無分男女的 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 他們一定在表白前有一個心態 就是萬一他不喜歡我 那我表白之後 那就少了個朋友 怕少了一個朋友 所以遲遲不敢表白 直到某一天 你發現你的對象已經和第二個人在一起了 oh so sad 男性通常都是一個很愛face的動物 譬如說 有女性A和女性B 首先他們會先衡量一下 嗯 這兩個其實也不錯的 我是喜歡女性A多一點的 但是呢 好像沒什麼把握可以追到他 但是女性B就把握多一點了 可以試一下女性B先吧 為什麼 因為男性呢 除非你真的很喜歡很喜歡一個女性 你才會硬著你 撐著你的臉皮去表白 如果你同時考慮很多對象的話 他們通常會選擇 又把握那個 又勝算那個入手 因為他們怕lose 那再來 怎樣知道有沒有把握追到那個女性呢 嗯 首先他們會看一下那個女性 平時她互動相處的時候 那個女性被她的暗示夠不夠多呢 被她的 hints夠不夠多呢 譬如說 單獨約出去吃飯 那個女性表現是怎樣 她願不願意一口就答應 跟那個男性一起去吃飯 願不願意一口就答應 跟那個男性一起去看電影呢 又或者是看電影的時候 那個女性介不介意 跟她同喝一杯汽水 是不是同一支飲管呢 這些諸如此類的呢 其實都是 hints來的 所以男性就要基於這些條件去考慮一下 這個女性是不是對我有意思呢 再來 看回女性這一方面 對表之前她的想法是怎樣的呢 女性的朋友呢 自古以來都比較害羞一點的 其實是阿文的那種 那女性朋友呢 就害羞一點 第二 最重要的是 他們覺得 女性要矜持一點 要矜貴的嘛 你一開始呢 就什麼都攤賊底牌 遲下的男性是不會珍惜你的 只而知阿女 我們經常都聽到這些這樣的 中谷的啦 所以女性朋友就會覺得 咦?我是很喜歡她 但是如果我太主動的話 她會不會覺得我很chip的 所以很多女性朋友 在二十一世紀都覺得 即使要開始一段新的關係 她們都希望是男性開口表白先的 再說回一次 男性呢 就是基於剛才的 你得到的暗示還不是夠多 於是她們一直在觀察 等最佳時機 因為由於她們怕失敗的關係 所以平時她們很少用口來講甜言物語 我們通常都是用行動來付出對你好 男性是很難講甜言物語的動物 然後女性呢? 女性就吃貴一點了 為什麼呢? 她們喜歡聽甜言物語 她們一定要聽到男性跟她說 我愛你這三個字 她們才覺得 對呀!我們已經肯定了關題了 一天你還沒開口 女性都覺得你還沒跟她表白的 對呀! 好啦! 再說回這些是表白之前 現在你終於有一天 你很勇敢的 你開口表白了 嗯... 這個時候你就知道 什麼叫做折磨 是漫長的等待 為什麼呢? 因為由於剛才阿文說過 女性會覺得 女性要矜持要矜貴一點 所以她們就覺得 如果這個男性真的喜歡我的話 她一定守得了我的考驗 她一定可以再抵擋幾次我的規矩 所以通常男性表達之後 女性會說 一提就說 嗯...我想一下先 我考慮一下先 再不是呢 就說 嗯...不要啊 看看你追我追成怎樣 大部分女性可能會這樣說 那於是乎 這個時候 男性的想法又不一樣 女性會覺得 考驗一下的男性 來看看她到底多愛你 但是男性的想法不是的 她們就會覺得 唉... 如果Mary真的喜歡我的話 她早就表白了我 為什麼要拒絕我呢? 算吧 我也是最後一個 這樣 於是乎 原本兩個相愛的 男性和女性 她們就是因為這樣 而錯過了一段美好的姻緣 嗯...聽起來 你是不是有點心癢呢? 其實啦 在這裏呢 阿文呢 就比一點點提醒大家 其實 男性朋友 你要做到的 就是多一些自信 厚面皮 多一些 追懷的打算是什麼呢? 只要是她拒絕你 只要是你發現 多一個不愛你的女性 有什麼損失 沒什麼的 所以呢 阿文就建議男性朋友 你多一點 勇敢 表白多幾次 表白多幾次 堅持 直到最後呢 已經過了你底線 就說這樣 祝福你下一位 下一位 是更好的 對於女性朋友的話 阿文就會覺得 嗯... 除非你真的不喜歡那個男性朋友 阿文就真的試過 我不喜歡那個男性朋友 我會直接她說 我沒有喜歡你 這樣 直接一點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真的 那如果這個女性朋友 你真的有喜歡對方的話 那就拜託一下你們 不要再接望我們的男性朋友 不要再拒絕 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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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拒絕多幾次的話 人家可能這個男性朋友 就跟了另一個女性 真的 因著蘇州過後 沒有艇搭 知道嗎 好啦 好啦 這裡就是阿文跟大家分享的 男性和女性都要表白這件事的不同點 翅天下間有情人終成眷屬 朋友們 如果你喜歡我阿文的Youtube 歡迎你訂閱 右下角的Subscribe 多謝你